本视频介绍USB-7FX-7CX3030C使用方法 我们首先介绍连接Twitter系列的PRC 给PRC接上工作电源,打开点击软件 我们电缆的端口是COM2 这里可以看到 那么这个变成软件的版本必须是3.5或者更高 否则连接不上 在连接之前,先设置通讯的端口 这里选择COM2 确定 连接 正在传送程序 连接成功 下面我们再介绍一下 用本电栏连接NATER系列 在连接NATER系列之前 我们要安装一个驱动 TRAVIS PARKS 2.6 双击安装 在安装完成之后 在这里可以看到 从这个位置可以看到 我们的安装的版本是2.6 如果是比较低的版本 会无法连接 在安装DRAWS PARKS 结束之后 还需要添加一个 驱动路径 因为有点多小时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确误 现在有点多小时 现在一旦 也有点多小时 装相维 也有点多小时 背后 背后 前 在这里 我们需要添加一个连接 这里随便填一个 这里选择CM2 这里必须打勾 否则连不上 OK 我们可以通讯测试一下 可以了 打开TR707 这里我们选择连接 因为传送需要时间 先耐心等待 已经上传成功 我们可以通过软件运行PRC 同时可以切换到动态显示 我们连接的PRC 现在正在运行 在插拔接览之前 必须撞开 或者关闭编程软件 否则容易闪怀章口 在这里 或计划 趁准 就你再将更换 成功 我们选择 这 感谢观看